今天我就是沉浸在一个 满满的感恩的环境当中 但是等一下 接下来这个人不一样 他若隐若现的裙子 我仿佛看到了什么 每天在他的粉专脸书上 贴的都是在一根钢管上面跑来跑去 我都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 然后增添了很多的奇奇怪怪的装备 然后刚刚送了我一个东西 是统一师的一些特殊的东西就对了 那我就不知道明明是我是统一师 为什么他这两年看球看得比我还多 他是着了迷 还是中了乐透 还是发疯了认识苏之杰以后人生变了呢 我到底不晓得他最近这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今天要讲这个题目 我非常有兴趣 他是资深统一师 他为什么会接触统一师 是因为我的关系 等一下来看看统一跟兄弟 能够爆出什么样的火花 掌声欢迎人称卡姐 我们叫小卡的 壮素涵掌声欢迎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庄书涵卡姐 我想问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 你想要邀一个人或者是鼓励一个人去做一件事 比如像什么事呢 参加三帖或者是环导马拉松 或者是学做面包 甚至可能只是每天进健身房这样子 可是对方就会跟你说 哎呀这个我做不到 或者跟你说我没有时间 我看有些人开始点头了 我有一个朋友呢 他连续三年都约我说 我们来去跑马拉松 那我就跟他说 我膝盖非常不好 你千万不要约我 我绝对做不到 然后而且我也没有时间 可以跟你这样子练跑 我最后就会被关门 可是我却在2016年的12月 为了我最爱的海绵宝宝 一路追到高雄去 然后就跑了一场10K的马拉松 结束之后得到一个 那个海绵宝宝的纪念碑之后 纪念牌之后 我就发现 哇原来这就是跑马拉松的价值 然后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疫情前 我们家已经有十面 就是超过半码 21公里以上的这个奖牌了 看着这十面奖牌 其实我学会一件事 原来说我膝盖痛是借口而已 真正的原因应该是没有时间 各位你有跟我一样 就是想做很多事情 可是呢 真的没有时间的 有吗 还蛮多的耶 哇好 有一句话说 时间就跟女人的胸部一样 就是乳勾一样 应挤就可以挤出来了 是真的 我是女人 你要相信我 今天呢 我就要跟大家分享 怎么把乳勾 是怎么把时间给挤出来 在疫情这段时间呢 其实我就开始没有去跑马拉松了 我开始学跳钢管 我记得2020年3月 疫情刚爆发 也是我刚走进钢管教室的日子 我特别找到钢管教室去 然后坐在一旁 从镜子里面看着前一堂课的样子 那个教室里头有四字钢管 钢管的高度 你现在抬头看天花板 就是这个高度 然后我就看到 有学员挂在上面 手非常优雅的摆出来 然后头发呢 就顺着那钢管 甩过来又飘过去 我心里就想说 哇 待会我就会跟他一模一样 如此的优美 开始上课之后 一开始是热身 热身的每一寸肌肉 我都觉得在拉扯我 到后来的热身最后一个动作 最痛苦 叫做劈腿 我觉得我的腿已经劈很开了 可是老师就说 你要劈下去啊 我说有 他说你没有 我说我真的有 他说你真的没有 终于争夺了一阵子之后 他也放弃了我 然后终于开始进入正式的课程了 钢管第一堂课要学的叫做 要把腿夹在钢管上 要夹得非常紧 那一样的 当我把腿夹紧的时候 老师就会过来看 我的窝窝有没有把腿夹紧 然后他就说 你没有夹紧 然后这时候我就想说 反正我讲我有 你也不相信 可是我整个皮肤都是红的了 而且脱皮了 我真的很相信我有夹紧 可是老师只要每次 一到我这边来 他就会说 同学脚要夹紧啊 他发现我都讲不听 之后他就跟我讲说 你如果脚再不夹紧 待会你就会从钢管上摔下来 他一讲完这句话 我很紧张 因为我已经觉得 我在很高的高度了 如果我再摔下来 我会死吧 那天下课呢 我也帮自己录了一段影片 各位想要看我那天 第一次上钢管课的影片吗 厉害吗 那天呢 我把这一段影片 PO在我的粉丝页 然后很多人就像 刚刚你们的反映说 厉害啊 很厉害 赛卡捷你很强耶 可是我看到大家的这一些留言 我心里头非常的挫败 因为你们没有看到的是 这段影片前面17秒被我剪掉了 我就还原那17秒长成什么样子给大家看 其实是教练把我扶上去的 我自己上不去 最后还是他把我推了 我才转那么一圈的 这是真实的样子 那天我呢 回到家 脚是一摆一摆回去的 因为那只脚 肿得跟米姑一样搭了 隔天 我看那个上面都是紫色的淤血了 然后再过几天就变黄油油的一片了 我开始在想说 钢管这个运动 怎么会是如此的 身心灵都如此的受创的一个运动 我还要去吗 就在我在犹豫的时候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勇气 再走进去那个钢管教室了耶 然后在那个当下 我只做一件事 就是把我的手机拿起来 打开预约课程的APP 把它预约下去 因为如果你没有去 钱是不会退给你的 所以我就逼着自己走进去了 前面的15次课程 我都是用这种方法 把自己逼进去的 这15次课程呢 我学会一件事就是 勇气其实不是指你不害怕 而是指你敢愿意去面对这件事情 就这样子 我一次又一次的走进去 可是呢 我刻意把每个礼拜天的时间都留下来 别人约我这时间要做什么事 我都不会答应 我就是只要进钢管教室 就这样到今天 我已经学了两年的钢管了 那各位想看两年后的成果吗 我可以自己爬上去了 不用再老师把我读上去 这两年来的成果 看起来很厉害 可是你千万不要忘了 我第一堂课的成果是长这样子的 这两年来的成果 我越爬越高 我看的角度越来越高 我旋转的千数越来越多 我的核心机能越来越强 我身上的伤痛也越来越多 伤子会越来越多 各位你觉得我的勇气 有没有越来越多 其实没有 因为呢 比我慢进来的这些 我称为学员们 就是学员们 他们呢 大概差不多慢一点的 慢一点的三个月 快一点的五次课程 就可以是我两年的程度了 所以我每次走进教室 我都觉得 好 我觉得有点对不起老师 也有点好像有点对不起自己的感觉 有一天我就忍不住下课的时候 我就问他们说 我可以问一下你们都几岁吗 他们一讲答案我就知道了 因为我42岁 他们平均只有24岁 他们靠的是年轻的身体机能 而我这位42岁的人 只能靠勇气 然后我回到家 就会一直说 哎呀我年轻的时候干嘛去学什么 佛朗明歌 我那时候如果学钢管 我就可以像他们一样 可是我马上一个念头又转 可是至少我今天开始学了啊 因为明天的我 一定只会比今天的自己更老而已 我觉得很多时候 很多事情就是要趁年轻 所以各位 想想看你生命中 有没有什么你不敢去挑战的事 比如说献哥 你到底什么时候 要跟我们去跑三铁呢 你要相信我 今天只会比明天 再更年轻 所以你一定要趁今天开始 各位你们也是一样去想想 一定要趁你年轻的时候 体能机能是最棒的 在疫情这段期间呢 大家都一样不能出国 我也是 然后我就想说 我可不可以就是 在这两年学会日文 然后可以去日本 long stay 三个月四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就开始去学日文 那学日文一定会遇到瓶颈 就是语言一定会遇到瓶颈 刚好去年有一本畅销书 叫做懂语感 无痛学好任何一种语言 这本书我最喜欢的书名 有两个字叫做无痛 我觉得终于可以不用再痛的 学一个东西了 这本书的作者是我很好的朋友 叫尤浩云 那刚好他也在学日文 我就把他约出来说 哎 怎么办我遇到瓶颈了 他就给了我三个方法 书里面都有写 他说第一个 你每天一定都要接触他 你不可以只有一个礼拜几天 第二件事情就是 你可不可以找一个 你每天都一定要做某件事 然后就用那件事情的时间 去听日文就好了 第三个 他就推荐我一个APP 他说里面的这个日文 都是很生活化 不会像什么大家说日语 这么的无聊硬邦邦 那我回去就照做 我就先 最简单就是先买APP 这是最容易的事情 然后我就开始想 那我每天有没有什么一定要做的事情 我怎么想都没有 就连洗澡都没有 各位你们有吗 我不知道我是没有 我就找不到任何一个时间 所以这件事跟这个APP 就被我搁在一旁了 然后到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发现我创作不出任何东西来 我写不出任何东西来了 我遇到一个瓶颈了 所以我就去订了 余维唱唱歌的完全订阅字 因为他每天会给我一封信 然后都是国外的资讯 所以我需要刺激 然后也买了一个APP 但是你们有没有买了一堆线上课 买了一堆APP 都没有在看 没有在听的 然后我就想 我不要再浪费钱了 所以我当天下定的隔天 我就在我的脸书写说 从明天早上八点半开始 我每天要吃早餐 读日文 看完订阅字的文章 这个计划叫做 每天日跟自己 然后写下三个记录 我开始所有事情都一样 所有事情的第一天都是最容易的 你会很兴奋 闹钟6点50才要想 你6点就会爬起来了 然后第二天还是会很兴奋 到慢慢的 到头几天都会很兴奋 头七的那一天就不会太兴奋 第七天 我开始是闹钟6点50想的 我会说 再给我5分钟吧 然后第八天 我开始在犹豫说 我要不要明天改成是 每天晚上八点半前 不要早上 我真的没有办法像福哥什么 5 6年来每天早上这样起床 就在我犹豫当下 我看到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他po了一段影片 写了一段话 他说 天哪 我好佩服卡姐 他竟然可以每天早上八点半起床 做完三件事 我要跟他一样 每天做十分钟的运动 然后at 出色沟通力教练 撞算卡姐粉丝团 我心想说 有人在监督我耶 我完全没有办法放弃这件事了 我只能继续下去了 然后我就开始 只好继续下去了 再继续下去的 这段期间 其实一直遇到困难跟挫折 比如说打莫德纳第三追加剂 我全身酸痛 可是身体会帮助你 只要你有那个意愿 他就是会在那个时间起来 然后读完之后 你再继续病回去这样子 跳钢管身体爆累的 可是你还是会起来 然后再回去睡回头觉 我就几乎都这样度过的 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呢 是4月29号的这一天 是最困难的一天 因为4月28号 我跑去桃园乐天球场 看统医师对乐天的比赛 那天呢是林明璋 当MJ老师他招待我 就是GA黄金甲的VIP席 我人生这辈子第一次坐在VIP席 那个样子到现在我都还是很兴奋 因为就隔着一张网 我们同医师的打击者 他就在我 就在这个位置 就在这个位置 我没有这么近距离看球员过 在看球赛的时候 然后整排的教练团就在旁边 还有那个球员们 我好兴奋哦 那我觉得我都坐在这了 我管后面坐的是谁 后面其实坐的都是乐天的球迷 只有我一个 穿着橘色衣服的统医师 但是我想我要帮他们加油啊 这时候我就想到 我到底要怎么样不要脸的坚持 帮他们好好的加油 方法很简单 我那天喝了半杯的威士忌 外加五杯的啤酒 所以我完全没有尺度可言了 我就在那边说统一雄用 然后一从五个小时 我没有停过 然后站在最低排 我不管后面 然后就还唱着那个 沉洁线的应援曲说 就是我完全不管别人怎么看我 我只想叫给他们听 叫到所有每一个球员 都会举手跟我打招呼 我觉得人生太值得了 隔天下午三点 我才宿醉才醒 那天早上到底怎么完成了 那天早上 我突然惊醒看到床上有一滩血 是女生应该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我就赶紧起来赶快把它处理完 在处理完的那一刻 六点五十 闹钟也响起了 所以老天爷也会帮助你 让你在六点五十起来完成这件事 不单是这样 你以为只有身体在跟老天爷在帮你吗 你还会有一堆朋友帮忙你 我在这一段时间 我收到非常非常多的讯息 今天是我第九十九天连续吃早餐 人生从来没有过 明天就是我的百日了 我可以到百日都靠我的朋友们帮忙 有三种讯息 第一种讯息 他们会告诉我说 错误指正 你那个日文错了 你那个文法不对 还有人 Jackie会跟我说 今天不是你的第六十九天 今天是第七十天 还有人在帮我记天数 第二种讯息是他 因为我第一个写的会是我生活工作的观察 他可能会来问我一些这个观察 我观察的点来问我一些沟通上的问题 然后再来最多的 大概有五六个人 他们会来写讯息来跟我分享他的心得 其中有一位我印象最深刻 他是我淡江大学的学妹 他家去了日本 然后他就写讯息给我 他说学姐 我自从嫁到日本来之后 我就只剩工作 那现在生了孩子 我就是把时间给工作 还有小孩 可是我看你每天 都留一些时间给你自己 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也要跟你一样 我不要再把时间 只有给生活跟孩子 还有家庭了 看到学妹的这则讯息 其实让我想到的是 三个月前 一人纳斗 脑中风 住院 然后好不容易 尾门关过了 出院了 他每天也都有给自己时间 只是是拿来做复健的 如果你跟我都这么的健康 我们是不是每天 应该也都给一些自己的时间 做什么都好 像刚刚这个运动 回去每天做一下 你的身体就会不一样了 但是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给自己一些时间 其实在疫情的这两年时间 我认为 时间到底怎么挤出来的呢 其实就是游泳气 跟够坚持 时间自然就被挤出来了 我自己在疫情的这两年期间 时间被我挤出来之后 我每天读日文 每天吃早餐 每天看订阅制的文章 每个礼拜 我去跳钢管舞 每一个月 我会去城市生活旅行 三天到四天 我觉得 其实时间是 你愿意给他 他就会给你 希望各位呢 也都可以把时间留给自己 千万不要等 老了或病了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精彩 非常的精彩 谢谢卡姐 我不知道后面还有这么多的故事 好 我不知道怎么解下去 我就觉得我自己太颓废了 我其实从那一天 4月27号电影包场完毕之后 这17天 我其实都没做什么事 都在一直想 今天这个活动 要怎么把它完成 我都没有留一点时间给自己 我真的愧对我的生命 来 我来邀请那个 你前面是谁 大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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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